欢迎收看这期新闻,我是郭伟装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 警方早早押他到西贡香港游艇会搜查 黎智英逗留了大约半个钟之后 警方将他带走,期间被锁上手扣 有律师在场了解 他通宵在旺角警署扣查 早早由警车押到西贡香港游艇会 警员登上他的游艇调查 黎智英和他两个儿子,一传媒职员 以及周庭等共10人 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和串谋欺诈等被捕 警方说有组织要求外国制裁香港 拘捕了负责运作的人 以及有份资助的传媒高层